微博之夜肖战登台迎娶年度品质演员荣誉时被主持人斯文家采访会给演过的哪个角色开微博账号 肖战cue了顾卫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主要是顾卫已经有微博账号了 主持人再cue他开就有些的思路不太清晰 然后网友拍到原来现场的提词器上写的是顾一眼 若是这样就能够解释得通主持人和肖战为什么看上去逻辑不太顺畅这件事情了 也因为肖战主动cue了顾卫 一部分粉丝不太高兴 因为在很多粉丝的眼里更喜欢一番角色顾一眼 顾卫虽然是男主但他是二番 而且就一部都市言情剧 女主演员还是个同期的流量花 之前肖战养子多次同台被Q余生请多指教 现在聚播完了也就不太想有之前的营业了 所以部分网友对肖战明明提词器上写着顾一眼 却非要提顾卫表示不理解 对此有网友做出了解释原因在于顾一眼的身份 顾一眼是一名军人 结局时已经是大校级别的N部战区某副参谋长了 按照顾一眼的身份一名在意高级军官是不适合开通微博公开的账号的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肖战按照提词器上说的给顾一眼开微博账号 他将会面临舆论压力 会有网友指责他不理解角色甚至上升 但是顾卫作为一名医生就比较随意一些了 而且肖战说顾卫生活太沉闷了 工作比较紧绷 可以开微博多关注小猫小狗 旅游美食放松一下生活和自己 这个就比较休闲了 而且肖战也没有cue顾顾卫分享女朋友或者其他 所以不存在什么吵CP 再说余生请多指教本就是肖战主演的电视剧 他是该剧男主提自己的作品完全OK啊 粉丝可能自己和别的粉圈有摩擦 但是肖战他是自由的呀 而且肖战他是一个有思维的人 那是他自己的事业 他自己的经历 他当然正清楚了 而且他都经历了这么久了 他自然会更敏感也更有分寸 这些话题可以拿来娱乐休闲开玩笑 有些话题则只能够严肃对待 20年那会儿肖战经历了二二七事件之后 有次采访主持人问他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 最希望回到哪个阶段 肖战不回去了 主持人就还是享受当下 肖战不是享受当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命题不能细想 细想之后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纠结 跟负面情绪里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应该活在过去 但是你需要总结 需要总结你过去的做的不好的地方 承担然后前进 这回答就非常有水平了 主持人可能有心也可能说者无意 但作为当事人肖战的态度 依然是明确的不急不躁 他知道无论主持人或提子气有意无意 最终面对镜头的是他 承担后续舆论褒贬的也是他 主办方是在给大家营造 娱乐休闲的氛围 但如果当事人是他 大不求尽善尽美 但也要随时理智懂分寸的 镜头前肖战似乎永远有分寸的 他的偶像人格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镜头前不会把负能量带给观众 对待粉丝是平等的尊重的 智商情商都很高 这样的人有野心 有事业心 但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虽然有一颗蹊跷玲珑心 但是不会算计别人 只能用来自我保护 足够了 也难怪有这么多粉丝喜欢他那么久 他的人格确实比颜值还要有魅力